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利用这个叫HTTP 这个XML 顾名思义 它实际上是 主要当然它本来是希望你去抓XML 不过我发现它其实不只是抓XML的格式 其实任何的格式都可以 那HTTP 顾名思义 你在打网址的时候前面都有HTTP 指的是通讯协定 那也就是透过它 它等同是直接可以连到网路上 把网路上的所有东西都抓下来 那底下会有个简单的范本 这个范本就是 如果说你希望呢 可以很快的把网路上的资料抓回来的话 第一个你只要利用它 它放在哪里呢 实际上就放在那个 CX32底下的一个DL DL DL 动态 DLL 应该各位有印象吧 那个DL有些不能砍掉了 砍掉你可能就没办法开机了 对 我们电脑里面有很多DL的档案 那它是其中一个 那这个DL 如果说你要把它拿来用的话 这个时候你需要用到一个CreateObject 这个CreateObject实际上就是把那个DL 怎么样呢 放到VBA里面 把它实体化 载到哪里呢 载到记忆体里面 那记忆体里面就变成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实际上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叫做 就是一个叫物件的变数 那这个物件里面 跟之前那个变 之前一般的资料变数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物件变数 它里面呢 有两种成员 成员 其实你要使用物件的话呢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重要观念 就是所谓了解它 有哪些的属性 跟哪些方法 其实就属性跟方法 这有点像什么 你在那个物件名称Range 点下去有点 它会有一串东西嘛 那那个就是Range里面的 所有的属性跟方法 那这个属性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 这个物件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全部都在这里面 如果没有的那就没有 有的话就有 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 看里面就知道了 OK 好那我先讲一下这个 这个第一个范例 我们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用Messie Box显示出来 跳出来 把资料抓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跳出来的东西 放在A栏 第三个呢 就是A栏 不过你会放A栏中间 会有逗点 那怎么办 切割嘛 那切割要怎么切割 再利用资料剖析 因为我本来想说 用程式来切啦 可是我发现 那个用程式来切太复杂了 反而用资料剖析来 剖析好像简单一点点 所以用三个阶段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阶段就是 先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范本 这个范本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Ctrl C 直接贴到Excel 你找个地方贴好了 也许你就是在增加一个模组吧 我刚刚又增加一个模组 先把它贴上 那我这个还没加注解啦 不过 也许等一下再把它加一下 总共呢 其实只有四行 这四行的话 基本上呢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 Create Object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DL 直接变成一个实体化的物件变数 OK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那我知道说 它里面有几个方法 总共会有三个方法 应该是要 两个方法 加一个属性 那其实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 有这个东西 另外你怎么知道 它有哪些属性跟方法 这个好问题 因为之前 自问自答 因为真的有同学问 不过不是你们这一班 在别班 问过说 就跟他那个问题 那很简单 书里面也没讲的 所以很多其实我都 都不是书里面的知识 你翻书可能不见得可以翻得到 那其实非常简单 在VBA的环境里面呢 它就有这个 有没有 叫浏览物件 只是可能你们都没有 特别去玩它了 那你如果要浏览 要浏览它之前 请你先利用工具里面的 设定应用项目 去找到什么呢 HTTP XML HTTP这个东西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很简单 它一定是微软的 所以它一定是Microsoft开头 往下找 M开头的 Microsoft开头 然后呢 一定是XML 所以你就往下找 它会有一个X开头 所以比较比较往下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找到了 它这边有版本 OK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东西 不过呢 它有好几个版本 有4 有5 有6 那没有3 不过理论上 这三个版本应该都相同 如果没有3 它可能会抓4来用吧 那我刚刚run了一下 3OK 那理论上 它应该都是相容的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位置在哪里 就实际上在System 有没有 它有64的 看一下这个呢 这X86的 所以5.0是X86 X86指的是32位元的 那这个是 所以它有可能找不到3 它会用这个 有没有 System 3的底下 这个 所以如果说将来 不过 你会发现 我没改版本 它好像也可以work 所以基本上 都相通的 只是说版本不一样吧 或者你等一下 可以试试看 不过把它改成6.0 会不会OK 不过印象都应该是OK 好 第一个 位置知道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先把那个给打勾了 所以第一个 你把它 不过我这边好像已经打勾过了 所以它 所以在这里了 OK 好 所以这边我本来已经打勾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再切到那个浏览物件里面 那所谓的浏览物件 就是说 你引用的韩式库 都会在这边出现 那因为我 那个 那个物件呢 它是X开头的 所以应该比较往下 它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知道吗 XML HTTP 的3.0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Open在这里 Send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还多一个叫 Response Test Response Test 所以基本上 我怎么会知道 里面有哪些功能 就这些嘛 那至于有些用不到的 不代表它没有作用 比如像什么ReadyState 这个也可能会用到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网页 或者你那个来源 它不存在的话 它会透过一些ReadyState State 会传一些讯息告诉你 那至于详情 你会发现 理论上下面应该有一个说明 不过你会发现 下面的说明 负资缺乳 有没有 怎么办呢 不然你就在网络上Google一下 利用这个关键字 有没有 贴上 在微软的那个MSDN 或者Google里面 应该也有一些 善心人士 会给你一些答案 就爬文 不过你会发现 可能有些都英文的比较多 那所以我蛮习惯的 去参考国外的一些 一些人的一些东西 但不表示一定可以Walk 就是那个程式 即便拿给你 你也不见得可以跑得出来 OK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 相容性版本的相关问题 那我现在给各位的是一个 确定可以Walk 而且已经行之多年 用很久的一个版本 不是说随便给你一个版本 下一次不能Walk怎么办呢 那就再来上课 再Update 这样好像方案比较好 微软会 那个比尔盖会成为世界首富 也不是没有 因为它就是一直Update 有没有 其实说真的也没Update什么 就是换个版本 再收一次钱 对不对 这才会变世界首富 所以像我们这种人 应该没办法成为首富 OK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大概逻辑上 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它这个东西在哪里 工具设定选项 里面找一下 怎么去知道这个物件 所以以后 可能你没用过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就是外部的 其实它本来是 没有办法连到网路抓资料的 那我们拿进来 这就有点像外挂 之前用过像ADO 它也是个外挂 ADO也用Create 如果忘记的话 回头看一下 另外的话 Outlook元件也可以 像Word,Excel,PowerPoint 都有VBA 其实也都可以引用 也就是微软里面 所有系列的产品 通通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引用进来 那只是说你要知道 那个东西 怎么把它实体化 里面有哪些属性跟方法 做什么 怎么去做 后续的动作 如果你都知道 那你那个东西就可以Word OK 其实应该都可以 只是网络上你要说一下 因为 大部分人好像都等人家做出来 剪现成的 谁要去做 像这些东西 如果我没有讲 恐怕很多人都 那我顶多只是 做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我把它写出来 然后让它可以Word OK 不过好像感觉 对我来说很简单 但对有些人来说是 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这个会给各位范本 你只要怎么样 知道这个范本 怎么用就好了 好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你把它贴上之后 我们来执行看看 看看能不能怎么样 先把它Matchbox 意思就是说呢 我希望把 刚刚发布在网路上面的 什么东西呢 也许我们是 发布到网路上的一个CSV 那那个CSV在哪里呢 我刚刚有我们这个嘛 所以你那个CSV呢 我就把它 这个 网址 我在这里 OK 所以你记得 发布 这边有个网址 一定它后面一定是 一个什么呢 Outputs CSV 把这个复制一下 把它Ctrl C OK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东西 在网路上面 总共它有到100 然后呢 我这个时候呢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后面这个网址 记得哦 那个不要贴错了 头尾应该看得懂吗 反正双引号里面这一串 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好 这个就换一个了 我原来那个也有了 只是说 你换成你的吧 然后呢 它Open 用Get的方式 当然另外有个用Post 后面会再 如果有兴趣自己再看一下 然后Send的话 就是把这个网址丢给伺服器 它会Respond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里面的原始码 给你 那你怎么样呢 再利用Matchbox 把它跳出来 OK 就这样而已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待会儿我不做按钮了 直接就让它乱乱看 如果会出现的话 它会跳一个什么 有没有 跳一个Matchbox 把东西全部丢在这边 当然因为它Matchbox 它有长度高度的限制 所以底下它没有办法完整的显示 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你还可以换个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 把它放在这边大的框框 我用什么 把它直接用什么 合并储存格可不可以 然后把它至终 不要把它改成靠左吧 然后呢 把它靠上 就是在这边显示 那这个叫什么 这叫A1 所以如果要显示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边改成什么 摆成这个Matchbox 把这个Matchbox改成什么 这个叫什么 Range A1 所以把这东西改成Range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A1 等于 看直接Response看看 等于这里面的东西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再把它丢到一个变数吧 我看 干脆这样 先丢给一个 丢给一个 这边 等于分两行算 先把这个结果 先丢给那个 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叫S好了 就是把它丢给S 再把那个S丢过来给它好了 这样应该比较保险 我是怕直接丢会有问题 OK 试一下 这一射中断点好了 卡在这里 Response过来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 有没有 就这个 再把这个东西丢过来 看有个8 有没有 出来了 不过是一整个 全部都在这里 如果我刚刚 假设我不改的话 直接不多一行 因为我讲过了 程式越少越好 这样感觉好像多一行 算了 如果这样OK 那就 就直接 其实不用存档 这个直接RUN就可以 OK 好 试一下 到这边 可以啊 OK 那就不用多一个变数 因为我怕有些 有些那个 属性 它一定要先丢到 变数才能丢回来 OK 那这个OK之后的话 所以其实你Meshbox 有没有 也可以把它改成Range A1 但是问题啊 你放A1 可是 它需要做 裁切 有点像一个蛋糕回来啊 你就要去切切切切嘛 看你要怎么切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只需要怎么切 第一个 横向的切 一笔资料 放一列 一列 一列 然后呢 纵向切 有没有 所以横向切 纵向切 全部切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分两阶段 先横向的 每列每列切开来 放在A栏就好了 放完之后呢 再纵向把它全部切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而且它最重要是 它速度飞快 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其实没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发现 这个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执行 瞬间 毫不需要任何的delay 可是Query Table 它就要慢慢等 所以你要抓大量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 Query Table简直快要疯掉了 你可能去 做很多事情回来 它还在慢慢在撈资料 那这个不会啦 不过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背后是CSV 它不是网页 我刚刚有讲嘛 网页里面很多杂七杂八 不需要的东西 那CSV是干净的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刚刚提过的东西 里面就是 就是很简单的逗点就对了 OK 那请各位第一阶段 先试试看好了 那我刚刚又把那个 刚刚这个地方 跟各位放在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